等下 我得散个兵一碗糖多少钱 一碗 四一碗 四一碗哈 今天我们来到了山东周城 在山东周城的一个省道旁边 有一个卖鸡蛋品的老摊子 听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也是一个三十年的老味道了哈 今天呢 我们就去品尝一下 在一个省道旁边 有一个做鸡蛋饼的 大家 你在做的时候吗 鸡蛋饼是吧 这是鸡蛋饼 蘸这个鸡蛋饼多少钱一个 这个烟火器非常的浓重呀 蘸这个鸡蛋饼的话是招颠 对 哦 光早晨卖总不卖 用的是这种烙式的擦盘子 很快 捞着一个鸡蛋饼的话大概用不了一分钟哈 对很快 哎呦 鸡蛋饼 鸡蛋饼 哦 坏右哈 让它们搅右 咱们搅着一个鸡蛋饼 我干了三十年以后你点 哪个 这个擦盘子 哦 这个擦盘子 哦 这个擦盘子 哦 这个擦盘子给你三十年了 大家 它的鸡蛋饼好吃吧 好吃 经常来吃吧 经常来吃 哦 老味道 哦 这个鸡蛋饼还需要放盐帽 鸡蛋里边有盐 韭菜里边有盐 哦 也有什么秘法吗 做这个鸡蛋饼 拿什么秘法做什么秘法 就靠自己的一个经验算是哈 对 哦 早晨六点多 吃鸡蛋饼的人已经很多了 哦 再切开它哈 成十块 哇 这是几个 四个 四个 哦 你造发是吗 一般的话都是要三十个哈 两个人最起码四个 哦 两个人最起码四个 看着不做着简单 一般人它做不上来哈 你都不吃了啊 嗯 对 也是 嗯 你这个面你硬了它就不好吃了 哈哈 嗯 是个 看到了吗 一桶 咱是鸡蛋 咱用的这个又是豆油吧 春豆油 哦 春豆油 咱将一会儿锅做上啥 好 好 在这里吃 唱一下这个鸡蛋饼 哦 都放了这个韭菜哈 嗯 也不能挺多 结了味儿 哦 主要是结了这个韭菜的味儿 对 它不是菜盒子 菜盒子就长着这个 哦 也是 放着了就成菜盒子了 哈哈 一般咱早晨鸡蛋就能吃到 5点 哎呦 这算是很糟了 好有的这个技术 非常关键 哇 漂亮 哎呦 凉面搅晃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一个鸡蛋鸡蛋鸡蛋卖多少钱 1块钱 1块钱 哦 从1块钱就开始卖 1块钱 这是特色味道 鸡蛋饼 哦 切块 切成4小块 哇 哎呀 漂亮 好嘞 畅畅见 哇 这里面有感觉呀 咱在这里面吃 这还在吃 这个也是这种小咸菜 鸡蛋饼啊 因为它是油烙的 所以说得搭配一些这些小咸菜 今天就不搞这个辣椒了 来点小咸菜 这边叫辣汤 和那个 河南那个胡辣汤不一样 咱来上一碗这个辣汤 花生米挺多的 怎么样 这里面早餐 是不是非常好 有汤 有饼 有菜 全活了哈 这个吃的鸡蛋饼 行吗 它的味道 行行 你是本地人 经常来吃吧 经常来吃 哦 你这是要的几个 要的三个 三个 带州四个 哦 带州四个哈 哦 大包带州的是吧 对对对 哎呦 厉害厉害厉害 爽米油味道真不老 哎 哈哈 它糖也很好喝 哦 糖也很好喝的是吧 它这个是辣汤哈 它这个我刚才看的 它这个花生米挺多的 对对对 哈哈 哈哈 今天天气虽然热哈 但是早晨的话 还稍微好一点 路过这个省道旁边 我们看到一个做鸡蛋饼的 特别特别的有感觉 非常有烟火气 也是一个三十年的老摊子了 下面呢 我们又来品尝一下 三十年的老味道 鸡蛋饼 这个是厨镇的地方特色 在其他地方 你绝对吃不到这种感觉的 咱看一下这个鸡蛋饼 这是一个饼的四分之一 它是卖三块钱 之前最开始的时候 三十年前卖一块 好 这个鸡蛋饼的吃法是怎么吃呢 并不是说就是夹起来 直接放到嘴里就吃 它需要放什么呢 放点这个小咸菜 然后稍微一卷 这样再吃 那个小感觉就立刻提升上来了 搞点这种小萝卜干 海带丝之类的 然后一加 看到了吗 这样吃 怎么讲呢 你看着这个大娘烙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到就是有油 比较大 但是 你要是按照我这种方式吃起来呢 就感觉不到这种腻的感觉了 嗯 口感上是非常好的 既香 又有咸菜的这种 这个 酱香味 哇 太香了 真过瘾 你要是在旁边看着它做 就会餐着你直流口水 哈哈哈 放了点韭菜 韭菜这个 感觉 就综合了它这个油腻的感觉 它这个面 是非常的软 非常的软 这个大夏天的哈 吃点饭 直冒汗呀 吃鸡蛋饼啊 怎么能少得了 辣汤呢 哇 它这个烧的 和那种吃包子油条的地方 烧的这个辣汤 感觉 还真不一样 辣汤中还放了芝麻 这是我第一次见 我看着他们喝的时候都这样喝 嗯 爽啊 这对你早餐吃的特别爽 听有些人讲哈 这专门来他家之前的也不少 味道好吗 我 forward用啊 那是一朗 镜子呢 那个 就别说 额